除了防治校園暴力的政見 三黨候選人也在政策上交鋒 而結束三場公辦政見發表會之後 明天下午兩點 三位候選人將在公事舉行 唯一一場總統電視辯論會 至於副總統電視辯論會 則是會在明年元旦下午兩點來舉行 第三場也是最後一場 總統政見發表會二十八號晚間登場 第一位上臺的柯文哲 為新北國中生遭歌謹身亡率先 莫哀十秒鐘 三黨候選人 都對此表達哀悼 國民黨侯友宜 提出防治校園暴力四大主張 也聚焦勞權 經濟等議題 侯友宜提出守護勞工七件事與改造臺灣三支劍強調他當總統一定創造兩岸和平 創造經濟內閣 讓臺灣經濟再起飛 民進黨賴清德則在兩岸議題上強調自己才是唯一走信賴臺灣這條路 我也是唯一一組走信賴臺灣這條路 他們兩組都是秉持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接受九二共識 一個是喊兩岸一家親 只要中國對臺灣施壓 包括挖了我們的邦交國 一定是批評臺灣政府的不適 賴清德表示 如果國民黨與民眾黨在國會占多數 他們可以修法或立法推動服貌與兩岸一家親屆 屆時如何保護臺灣 面對質疑民眾黨柯文哲正面回擊 強調自己沒有說過接受一個中國 臺灣詐騙很多 其實剛才賴副總統就在示範什麼叫詐騙 我請問你 我什麼時候說過接受一個中國 你說兩岸一家親 我跟你講2015年我就講過 你們2016年的選舉 多少個你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拜託去站台 連我媽媽都被拉去站台 其中王定宇都去了好幾次 那時候你們怎麼不覺得兩岸一家親 有問題 結束三場公辦證件發表會 本週六下午兩點 三位候選人將在公事舉行 唯一一場總統電視辯論會 至於副總統電視辯論會 則會在明年元旦下午兩點舉行 記者正位的日常臺北報導